或許受了近日殺神John Wick 4, John Wick, Chapter 4 的影響 不者看者曝光在Netflix上架的電影之時 便認為韓國的電影公司有見到人家的成功 所以決意製作一部女版的殺神特攻 只因中的殺手組織 跟殺神特攻中的高卓組織有著某方面的相似 而兩者所差異者卻只是本片牽涉到愛情 母女等女性問題,無求能將女性觀眾也一網打盡 這是部精工華麗的殺手片 很多動作場面的設計均與人耳目一身的感覺 也亦反映出韓國的電影製作之專業水平 即使在動作武打設計者方面 也幾乎可以跟香港的同類作品並駕齊區 再加上女主角每一次出場的服裝設計 家有型有款,極具個人特色 滿佈韓國的獨特風格 更成功的滲透到其他不同題材的電影之上 本片似乎是不者看過的第一套純殺手韓片 卻找來了影后全導演去飾演這個超級殺手角色 感覺亮眼 善演文藝片的他 身材嬌小玲瓏 但在本片中卻脫胎換骨 伸手凌厲 輕易解決所有身形高大的壯男對手 有趣的是,這部電影竟讓不者下想到三個不相關的問題上 其中甚至涉及到精神病 其一就是不者曾在本欄中指出過 究竟這個世界是否真的有職業殺手呢? 以及會存在餘器中觀唐大的殺手組織 答案相信是否定的 要對付一個人 其實有千百種以上的辦法 現在並非經歐似秦皇的年代 故此最愚蠢的解決辦法就是 聘請殺手去殺掉對手 此舉必招來警方的窮追猛打 往往目標未達到自己已經遭期反逝 得不償失 即使真的有個別事件發生 市場相信也不會有大量客戶去找職業殺手代勞 甚至產生如此龐大的跨國職業殺手組織 特別在現今緊密聯繫的社會組織裡 每處地方皆報門了各式各樣的攝影機或者閉路電視 一個殺手要長期神不知鬼不教地殺人 根本屬於Mission Impossible 在這龐大的殺手組織也會容易出現反叛者告密之事 轉眼便被警方所壓解 故此在本片中 所有職業殺手軍能夠坦然公開亮相 更互相認識對方 甚至將女主角這位超級殺手捧成偶像明星 擁有無數粉絲 絕對屬於匪夷所思的事 而者 從哪個大殺手兼老闆涉緊求的身上 我們也看到現代世界的另一個心能規律 規矩往往是最強的人定下來 而破壞這些規矩的 也必是最強的人 所謂規矩法則 只屬於這個藥肉強食世界的文明包裝而異 三者 就是本片有一個不為人察覺的有趣問題 究竟女主角的女兒之生父是誰呢? 竟難以在片中找到蛛絲馬跡 若以簡單推算 可能者有三 第一就是女主角的父親 者個父親角色行為極度變態 第二就是他的老闆涉緊求 第三則是女主角其中一的個刺殺目標 但根據女主角平日之行事性格而論 三者都似乎可能性不大 再繼續推上下去 另一個更可怕的答案變轉出來了 原來女主角竟是個嚴重的精神分裂病患者 就像電影施烈、Split的男主角一樣擁有多重性格 形成他擁有三個不同的化身、殺手、母親、女兒 那個十七歲的少女僅屬於其腦內的幻想而異 自此方能解釋 為何不顧人家死活的他 甚至可以說擁有反社會人格 會如此著緊女兒 委屈自己去參加家長會 跟那些愛搬弄是非的女家長 討論雞毛蒜皮的事 此舉也能解釋 為何這位殺手母親 能夠接受任何意想天開的事 卻難以承受女兒事同性戀者回事 以及解釋 為何女兒十多年來 竟沒有對母親的職業產生任何懷疑 所以導演大可以在尾段高潮加上一個尾巴 即那一段講述 涉緊求致電女主角的女兒的時候 回答電話的 竟然是女主角 卻以女兒的身份心態對答 自此這位一直暗戀女主角的大殺手 方知到他聲稱擁有的那個正常的家 其實只屬於其精神分裂產生出來的幻想而異 最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靜評 謝謝 再見